继续,形成后的继续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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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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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这个方法对我的意义来讲是很神的 整个人生过程当中可以说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姓瑞就是在那裡出生 其实我还蛮常去看她的 就是有时候走路的时候 就走到那边去 看看她再来 能够重新建设对我们来讲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日治时代流水衣柱 新建了这座独树一格的海景宅地 1945年 元金龙要塞司令部于战争中炸毁 国民政府另寻觅要塞司令部 附近的流水宅作为官邸 历任司令官延续日治时代 由国军将领出任 期间有五任司令官居住于此 最后一任司令江继兵 于1957年司令部裁撤后 与其家人仍居住其内 自江家迁离后 由其外甥耿家人代管 我记得我的印象回忆里面 我都喊他公公 我喊江继兵夫人是婆婆 那因为我的父亲跟着江继兵 从光复之后到台湾来 我的印象里面我们就住在这个地方 幼稚园开始 我的同学没有人敢跟我玩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敢来我们家 我们家的门口是有宪兵的 所以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可以上去 大概在我国中的时候 知道我的公公跟我那些叔叔们 他们都到美国去了 移民到美国去了 因为我父亲常跟他那个耿太太打牌 我父亲刚好要再找房子 这样子一个姻缘 我们就当时就是就搬进去了 当时住在里面等于三家人家 除了耿先生耿太太一间 另外有一户人家 他先生是跑船的 也住在那边 在江继兵司令一家 跟耿家陆续迁离后 1979年 宅邸使用权 转由刘鸾记的父亲 刘光宇和李继杰接下 李家在此居住长达25年 由军方计划改建 李家于1998年搬立宅地 后因此同建筑历史价值极高 2001年在基隆文史协进会进驻后 争取保留 于2002年被基隆市文化中心 登记为历史建物 这里就变成基隆文史工作者 一个交流 一个会整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哇那李家是非常重要 常常很多人来参观 来跟我们交流 而且就意识文史就火热起来了 这个地方其实有非常厚的 一个文化底蕴在 文史协进会在那个地方 然后利用这个场地 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进驻办公 做了一个这个调查报告 因为我们当年做了这样子一个记录 让后来的人能够知道 就是说民国95年的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李宅是什么样子 然后也把他的历史 也做了一个历清跟爬书 在2004年化生土石流 那么造成李宅 严重的一个危险破坏 不是我们文史协进的时候 能够维护的 那么我们就依依不舍地 把这个房子交给文化起 这张06超分音是环冻 开定 太美了 能够再重新显现的话 对不管是当初建筑的人 或者以往住过的人 我觉得都有一种非常亲切 在能够回味到当年的那种感觉 我们在里面住过 所以里面每一个系统 我们都非常清楚 我们一个柱子 一个结构 穿花什么什么的 非常清楚 原来那两个拉门 都很漂亮的拉门 在那空间里面 你就觉得每个地方都是平等的 就是每个地方 你就不会觉得它很奇怪 就每个地方都一样亮 它里面有很多的历史 我希望给他们将军的 不管他们的后代 他们也是有一些回忆 你走过的都会留下痕迹 都会有一些经历 那么这篇故事性就不只是流水的故事了 只有基隆大厂的故事了 还有清华战争的故事了 在这个房子里面 待久了 看久了 你就了解了 这个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场域 世界围绕的故事 第三十几个世纪 你终于好人 而是一个交易的故事 我怎么回忆 在这里 我觉得我们的故事 没有人 是有意思的 也就是了 你就 可以